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宝 去到你了 所以今天要带大家介绍的是 其实日本乡下Long Stay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是东北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秋冬这个季节 很舒服 非常适合去玩乐 那到底有哪些很厉害的景点 今天请到了三位专家来加入我们 首先要欢迎的是生活旅游达人温世凯温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温世凯 嗨 欢迎温老师 接下来的这位是我们的旅游部落客943 欢迎 大家好 我是943就是省 就是省是不是 没有 就是省 省钱省力省时间 这个也非常重要 旅游跟省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这位是旅游甜心的代表 我们欢迎Nana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Nana 嗨 欢迎三位 对 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要先请三位拿起手机 帮我们动一动手指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ET NEWS分享云上面进行我们的直播 所以希望三位呢 赶快把这个连结分享出去 然后邀请更多的网友 进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到底这个日本乡下Lone Stay 你有去过或是 哎 期待 然后有哪些问题的话 可以赶快的上来发问 因为今天就是达人在这边 可以帮大家解答好吗 OK吼 温老师应该蛮多粉丝的 等着看今天的直播 怎么分享啊 随便写什么都可以 就是快来看啊 日本乡下Lone Stay啊 什么之类的 日本乡下Lone Stay啊 OK啊 OK OK 你们成功了 惨了 好 为什么我找不到 对啊 找不到 那想要先就是请问一下温老师 因为生活 身为这个旅游达人 想要问一下说 对于日本东北 一个比较出息的印象大概是什么 其实我对日本东北的第一个印象呢 是它的那个冬天到了以后 会有它的那个那个藏皇的树冰 树冰 树冰 对 也就是说 树结冰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树整个 因为那个风雪很大 然后风雪全部黏着在树上面 你就看到一颗一颗像圣诞树一样 有点倾斜 整个像结成冰一样 非常的壮观 非常有特色 非常梦幻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 我对东北的一个印象 那第二个印象呢就是 你知道就是 青森那边有个睡魔 睡魔的那个祭典 因为我喜欢文化的祭典 所以它的祭典很棒 而且你还记不记得 睡魔祭曾经在我们台湾的 这种明灯会的时候 来到我们台湾 而且那一年刚好是我的家乡 新竹所主办的 是 对对 所以我对它印象最深 那再来当然就是 因为我喜欢看日剧嘛 有没有看小海女 有 就是很红的 对对 它在哪里 它在拍摄的那个地点 讲的那个故乡就是严守县 所以就在日本的东北 那当然最主要是去年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 我带来 特别带来这个东西 然后看到这个 这个你看一下 看什么 这是 星干线 这是模型吗 星干线的模型吗 不是 它是星干线 因为去年不是就是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北海道 到我们的这个青森这边 到北海道的 它的那个整个星干线是开通的 所以从东京到我们的北海道 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 搭强的去搭 还曾经创下就是说 它25秒 卖下700多张的一个 那个对 座位的票券 所以非常的厉害 重点是这个是 这不是模型 这是我的便当盒 这是便当盒 对 对 我当初 大家就要去摆这个便当盒 然后1300块日币而已 这个吃得饱吗 是 吃得饱 我跟你讲 吃得饱 而且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盛 它看起来很小 对啊 但是它东西弄得很好 而且东西 重点是它真的是蛮好吃的 然后呢 我们买完以后 吃完以后 还可以把它带回来当作 你看 纪念体一样 但它其实那个深度还蛮够的 还蛮够的 对 所以那个饭啊 如果全部塞满的话 对 而且你知道日本人就 很喜欢把便当弄得很漂亮啊 你就觉得在那边 好不容易坐上了北海道的新干线 能够从我们的这个东北 然后到北海道去 然后呢 再吃它的便当 你想那个多有一个特色在那边 好厉害喔 非常好的回应 对 而且就是说东北 因为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说 蛮有文化风情的一个地方 它有风景 它有文化 然后它有特色 那通通都有 而且还有美食 哦 好棒喔 那943呢 那个便当盒我也带了 一个回来 真的 必吃的 必吃的 对 必吃的 那因为也可以省钱是这样吗 省钱倒倒不一定 但是它我觉得里面 它那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比方说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一边吃一边直播 然后它里面有干贝 干贝非常的大 然后当时很多的观众就说 哇 怎么这么大的干贝 然后也有一些鲑鱼卵啊等等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火车便当可能会就是 吃起来口感不怎么样 可是真的它有挑过 而且它的海鲜像干贝 或是鲑鱼卵那些都是新鲜到 吃起来是甜的 因为很难想像说 火车便当虽然吃起来是冷的 可是它还是吃起来就是有甜味 该甜的这个蔬果的甜味 或是海鲜的甜味都有 然后甚至还很很特别的 就是它的那个 里面还有附菜单 哇 这么厉害 就是它的那个外包装 就做得像清函隧道 然后那个火车便当 就从那个清函隧道 就进去的样子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诶 这个还蛮有创意 所以我就当时就把它留了下来 好特别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就是大家很多人去北海道 其实会经过东北 所以东北的话 我觉得以前大家都不太熟悉 就一直跑到北海道去 那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说 最美丽的雪景 是不是只有北海道才有 可是后来我去了东北 我发现 诶 东北的雪景 跟北海道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形容一下怎么感觉 就是北海道呢 因为它的那个树都是蒸叶林 对 所以它的树干是非常非常的细的 所以下雪完之后呢 那个雪不太会留在树干上 所以你看的 你看到北海道的雪景 大部分都是有点像 怎么讲 白色的画纸上面 然后树干像是一直一直的直线 黑色的直线 就是比较清楚分明 对 就是非常的极简的感觉 很像去北欧的感觉 可是东北就不一样 因为东北的树大部分都是三毛菊树 那三毛菊树呢 它是树干比较弯曲一点 它不像那个蒸叶林那种 就是很直 雪不会留在上面 可是因为它是 这个树干有点弯曲 所以雪下完之后 它会留一点在树干上 所以那个感觉很像水墨化 就是像我在做 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个 秋田内陆铁道 我就觉得天啊 好美好美 那我在日本东北的时候 三个线 就是像无论是秋田 或是青森或是眼熟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就觉得哇 这个雪景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然后就觉得说 哇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 然后连去到那个森林里面 都觉得说 哇 真的是拼命拿相机拼命拍 然后一直觉得说 我好想留在这 我好想留在这 就是感觉说去那边旅游 感觉是很像去艺术馆一样 对 很像艺术馆 它就是一幅一幅很美丽的画 就是天然的艺术馆 而且听当地人讲说 本来那个三毛菊的树 是就是没有用的树 然后甚至就是有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树 后来大家发现说 其实它还是有用的 所以就把这个整片的 三毛菊树林留下来 那可是你就觉得说 那个整片都是像 人走到那个水墨化里面的那个感觉 然后那个雪还亮晶晶的 然后加上那个树干 你就觉得哇 整片都在 整个人都在艺术的世界里面 哇 听你讲完就好有画面 真的 没有多有宝醉 所以是943是去一个感觉 是去博物馆参观 那娜娜呢 东北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印象 东北对我来讲 其实就像两个前辈来讲 对我来讲 它其实就是跟 像一般的大城市 一般可能第一次去日本 大家都会想到说 我要去东京 或者是关东 大阪那边 但其实东北的话 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秘境的地方 那像我今年年初 才刚好就去那边跨年 那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日本是跨新历年嘛 对 那其实新历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刚好也是 因为东北 雪也是真的就是很大 对 然后我就是去了附近 我们有一个 比较像乡村 它们都会有一个 像乡舍的地方 然后我就去那边 进行了像是日本 叫做出职 那我们就姑且称之 它就叫新年参拜 对那其实它的新年参拜 大家会以为说 秘境啊秘境 是不是就是没什么人 人烟稀少 其实不是 他们其实当地 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到那边 然后他们就是像我那时候去 他有一个仪式 就是他除了拜完 像我们头山有钱的话 头完之后他会有一个狮子 就像台湾的无人巫师 出来了他就咬了我的头 然后祝福我说 我今年都会很平安很顺利 对 尤其是像我们头钱的时候 头山有钱 像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头钱 大家会看到 头日币的五块钱 那其原因是因为 它日文翻译就是叫我 其实就是日文的就是有缘 就是跟神明会有好运 会有有缘 那我之后也是当然是求了一个钱 那一般的话就是求钱 会有好迁或坏钱嘛 那大部分就是会想说 我会有一般的情况是说 把好迁就是带在身上 那我这一年就可以很顺利 平平安安 那如果说我坏迁的话 我就会把它绑在可能神社的一个 树枝上 进化这样子 对就是绑在那边 把坏运留在神社 那其实我今年去那边 就是感受到 像一般可能 也许你去前草寺 雷门那边好了 是 真的是人挤人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真正亲自去做到这些 你可能就是 远处丢完 然后不知道 隔了可能四五排人吧 你根本就真的没有那个感觉 那如果像是在这种东北 比较密境的地方 一般观光客真的是 几乎是没有的 尤其是在跨年那种时间 真的是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东北 尤其刚前辈他们都讲了 真的是除了美食还有秘境都很棒 一定要吃 哇 好厉害喔 我们光开场就已经感觉要聊不完了 到底东北有哪些值得推荐 然后必去的这些秘境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觉得到日本东北啊 会是一场很彻底的文化之旅 而且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去太多那种人 去的观光景点 到处拍摄都是人头 有没有 然后你玩出来的感觉 你就觉得都是观光客去玩的 但是你来到东北的时候 你会真正走进日本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文化 不管是风景 不管是美食 而且刚刚Nana有特别强调过 你看她过年去的 那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像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很多人来讲 她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也是去日本啊 我玩的跟你玩的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就是刚刚聊的那个森林的 像这些树木的故事 你看你要是在一般都会区的话 很抱歉你就不太知道这些东西了 而且你会知道日本人对于就是说 当地的这个保护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那讲到东北 我个人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岩守县 我刚刚说了嘛 因为小孩你看这个 我们都要去嘛 对不对 去到那边去 我去了两次 那重点是我自私 因为它很多地方可值得介绍 我要先介绍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小岩井 小岩井它其实是个农场 可是如果常去日本的朋友 小岩井这三个字好像很熟悉 好像到处你在买饮料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小岩井这三个字 可是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也以为它是专门是做饮料 生产饮料的工厂之类的 去到现在才发现 它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小岩井农场 现在很有名 但是我们已经把牌子给卖掉了 所以生产那个饮料的 跟我们是不同一家 而它比较像是一个 观光果园农场的一个感觉 所以到了里面去以后 你会发现它好像是 四季你都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造景跟花卉 很漂亮灿烂缤纷的花卉在那边 所以喜欢自拍的朋友们 像你们这样 你今天去到那边我告诉你 去那个花海的感觉吗 你都会觉得超美丽的 而且重点是刚刚说过说 它要吸引很多的观光客来 所以它一年时间 它就要根据不同的时间点 它去栽种 我那时候我去了两次 一次是秋天 然后一次是春天 春天的时候还没到小岩井 就外面全部都是什么你知道 油菜花 黄色的 像一个走道一样指引你过去 非常地漂亮 然后进到里面去呢 你就会发现到说 它还有养了一些像绵羊啊 动物的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亲子的玩法 很喜欢去那边 甚至里面还有游园的列车在那边 所以整个看到没有 那个好可爱的小鸟在那边 所以它就是 等于算是半野生的概念吗 它就是这个农场 观光农场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现在还有自己生产的牛乳 牛奶 它的奶制品才是它最重要的 有没有看到那个整个造极 你就觉得有点像欧洲风情的那种感觉 那你去到里面呢 一定要买它的乳制品 特别是起司 你知道起司非常的好吃 而且又便宜啊 特别是很多很难得的 你知道那个 那是要buffalo水牛那种做出来 而且要现手工去做的 我跟你讲 你只有现场在那边才吃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去到我们现场就买来 当场就给它吃掉了 是又醇又浓又香 没错 这是一个特色 第二个就是它的cheesecake 对 而且你一定要给它吃开开 其实你知道日本人对点心蛋糕 就是做得很讲究 而且细致 那只要食材好 再加上它细致的手法 整个吃起来你就觉得好棒 好可惜的是 因为它是冷藏 买 带不回来 没关系 现场就把它吃掉 吃掉回去就可以跟人家讲说 你看到没 那就没有伴手里可以带了啊 我跟你讲 伴手里买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要对自己好一点 现场把它吃掉 而且要拍 我们po上网去让大家说 去大家羡慕一下 对不对 这是一个重点 那还有 那当然有牛奶就一定有什么 双麒麟 双麒麟 在日本 特别是东北到北海到这边 每天一定要一支 每天一定要一支吗 一支会不会太多分 对我自己来讲 我就觉得说 那才是一件人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好像是说秋冬吃双子林是非常舒服 对不对 越冷越吃双子林是感觉是越好 就很奇怪 而且因为冷 所以它不会那么快的融化 没有夏天到了 你还没有填两下对不对 下面已经融化 你的手都已经不舒服在那边了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 这个叫做小盐井 那这个是风光农场是全家大小我们都可以去 而且还有马可以骑 还可以体验 对你还可以体验骑嘛 所以你会觉得很舒服在那边 那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要觉得要走文化深度的话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也不要太贪心 因为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平泉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尊寺 那中尊寺这个地方呢 它是世界文化遗场 我告诉你 你现在去最漂亮 因为它的秋天的枫叶 枫叶 非常地漂亮 因为它整个的寺庙是在森林里面 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真的就像刚刚刚讲 蜜镜 这是不是 这个就是蜜镜的感觉 而且感觉你去那边祈福 就是实现的那个几率是很高的 这就是一个你看到随便就是一幅画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讲 中尊寺就是这么漂亮 重点是它有历史 它有文化在那边 而且呢 很多的庙宇你去到很多地方 会不会觉得像我们去到京都 我们去到那个Nara 就是那里 你都会觉得说 哇 它在象征的是一种权势 它在象征的是一种权威的感觉 可是来到不是 日本人认为说 这个是看到了温柔的力量 而且这个是天台中 你记得到这里 它的观光旅游做得非常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呢 我特别带到现场来 你知道很多时候旅游你害怕 它的导览就是说 你害怕如果你自己听不懂日文的话 怎么办 它现在呢 有那种自助型的导览 上面有六种语言 六种语言的话 你只要打开 里面像一支笔 然后点进去 哪一个地方你点进去 它就会讲中文 跟你做导览 所以你就自己拿一支笔 感应式的 对 感应式你就看 这个中尊寺现在在讲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故事在哪一边 所以我觉得它们在这一块做得很好 不单单是这样 有没有 它们甚至就是还有我们的 繁体制的 这个叫做散布的手册 这真的蛮贴心的 是不是 自由型的人 对你来讲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我只要有了这一些资料 再加上我有脸书上面的很多资料 我就觉得很好玩 那重点是 去中尊寺你要看什么 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金色堂 金色堂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 看起来像一个庙 可是它事实上是两层 你进去 走进去以后才会看到一个 有没有看到 整个都是金光闪闪的 而且呢 它旁边的另外一个主庙 这个呢 有没有 它整个是变成说 它的那个庙宇是被包覆起来 因为它为了保存它 你知道 它将近快一千年的 一个历史在哪 它是日本的一个国宝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而且重点是当时的统治者 它的遗体就埋在那边 然后有 对 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讲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文化 但是也就是日本人说这里面是有木乃伊的 然后它的旁边的主庙 不庙里面呢 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是这个灯 这个叫不灭的法灯 不灭的法灯 你知道有几年没有灭过吗 猜猜看 等一下你刚刚都说那个 文化遗产了 一千年 一千年 没错 真的 这个灯有超过一千年不灭 所以你会很好奇说 有没有搞错 因为当初它是从京都那边把它带过去的 你知道吗 它从京都的盐历寺带过去的 其实日本不是有大地之呢 或者是干嘛 它都没有灭掉 我也很好奇 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神奇 结果呢 我就去问了他的住持 住持就跟我聊了以后 他就觉得说你想看到吗 我说我好想看到 我想跟台湾的朋友们分享 他说那我特别给你看 他又拿了一个箱子给我 打开来以后 我才吓了一跳 原来是什么 它有点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它就是像香灰一样 它这个当初的传的过程 就是从京都那边 它在烧 因为香灰到它就一直延烧 一直延烧就不会断掉 因为它没有火 对对 它的温度是永远在的 所以说它在点灯 它只要用这个火种 再去把它点灯就可以了 对 所以它的特别的厉害就在这边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千年不灭的 这个不灭法灯的原因 那它如果香灰烧完了 它就一直排 所以随时有人去处理 所以它的保存 就是那一盒保存 很好保存 而且它的火种永远都不会灭掉 这才是它的 你看它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真的很厉害 非常的有趣在那边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 应该到中尊室来走走看看 它不但可以感受到天台中的 这个宗教的一个氛围在那边 而且我刚刚讲过说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森林的一个包袱 再加上你在那边践行就很舒服 而且分多金很多 而且不会压力那么大 很多的庙宇给你的压力很大 这边一点压力都没有 完全就是可以穿越到某一个秘境 然后稍微去休息一下 而且你可以好好的欣赏 日本的精致文化 你看它那些雕刻 你看那些庙宇 甚至抬头一看 它上面的天花板的那个 那都是历史的痕迹 每一个自己都在说它自己的故事 听完就立刻想要奔去 你知道祈求一个什么好运之类的感觉 OK 好 温老师这边讲到 已经就是让我非常想要 你知道越越意识了 那943待会儿要带来什么很厉害的呢 我们要先来看一段VCR reeb 这个点单 我们羡慕这个再来看 这些都是钱 Kolleginnen と 这些人 也带来анием 谁 说 太厉害了 因为日本铁道也是非常的有名 我们之前也有蛮多集 也是专门在讲日本铁道 那不知道943今天要带来什么厉害的景点 我也很喜欢坐铁道 我到全世界去都坐火车 那这一段算是我的印象当中 我觉得算是在我的航房中间 可能是美景的前三名 那这个是哪里呢 这个就是秋田的内陆铁道 那秋田大概它就在日本的这个西北边 那这个西北边通常的这个 日本的铁道通常都是直线 它就是全部都在内陆 就是山里面 所以它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山景 那这个秋田内陆铁道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讲一下就是 如果你秋田去 看到就是红叶 很漂亮的红叶 那如果你冬天去呢 我非常的推荐 就冬天去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形容那种非常碎原的雪景 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然后沿途都是看这样的雪景 那我必须要说我之前在北海道 一直搭火车 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我在直播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哇北海道雪这么漂亮这样 然后我一直想说 那东北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东北的雪景 东北火车的雪景 跟这个北海道是完全不一样 北海道是你看到一望无际 比方说你在这个旭川那边 就是这个富良眼那边 一望无际的雪景 然后就觉得哇好美好美好美 可是东北不一样 东北尤其这个秋田内陆铁道 因为它是在山里面 所以你看到的是不断出现的山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啊 这些树木呢 它在雪下完之后 雪有些会残留在树干上 有些会残留在树枝上 然后那个绰绰绰绰的 那个白白跟黑黑的那个感觉 就觉得真的很像 一幅一幅动画的那个水墨画 在你前面 我懂好像你就是翻那个 翻书这样然后还会自己动 然后有的时候会经过红色的铁桥 然后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些 噗布啊什么 然后大家每次经过瀑布的时候 大家就哇一声 然后就拼拼拍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杀底片 我觉得建议不要 不要只拍影 不要只拍照片 我那个时候是一只手拍照片 一只手拍影片 很忙耶 那你的眼睛要怎么看这个视线 而且你要平衡 对不对 要脚架 然后除了这个美景是特别特别推荐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秋田内陆铁道 它的车厢有什么特别的 通常日本各个铁道都有很特别 对不对 这边说它是什么咸蛋超人 这边说它是什么超人 对不对 这边或是说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什么 什么哆啦A梦啊 有主题 对都有主题 对 那秋田内陆铁道它的主题就是秋田犬 大家很喜欢东西的人 对就知道秋田犬 整个车厢全部都是 各式各样非常萌非常可爱的秋田犬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坐在哪一只秋田犬的前面 然后看它非常 应该是光坐位就拍不完了吧 对对 光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拍 如果你很喜欢小狗的话 你就特别喜欢这种 而且它的车厢呢 还有免费的Wi-Fi 这个时候我就很想 建议我们的台铁 拜托拜托 赶快用一些很很可爱的东西 然后这个有Wi-Fi 然后它还有一些车厢 就是如果你是团体 你可以包车厢 你可以包一整台 叉叉米的车厢 去 然后你就可以像 像刚刚讲小海女啊 不是有那什么那个坐席吗 然后什么之类 反正就很多这种 那所以这边蛮特别的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秋田内陆铁道 它的一大卖点是 最近有一个电影非常红 叫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里面有几段 据说就是从秋田内陆铁道的 灵感吧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有一站叫做 大家都讲 这个就是那个站啊 所以大家就跑去拍 这个就是那个车厢 然后大家就好兴奋喔 原来就是那个车厢 然后大家要比对 然后还有一站叫前田南站 也是他就小站的那个风情 感觉像你主角的家人那种 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在他的那个 乡下生活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整趟的秋田内陆铁道 从这个脚管到阴潮 你感觉想说 怎么都是没有听过的地方 对啊 可是事实上真的好漂亮好漂亮 真的让你觉得这个沿途 我这是我拍过 哇这个树就是这个雪景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雪景 然后就是就是我拍过 这个最 磁磁磁的一个地方 就是从头到尾我就觉得 天哪怎么办要不要拍 然后还有呢 日本人是非常注重台湾的客人 这个秋田内陆铁道 你不要看他说 好像在这个比较不是大都市 好像很多台湾人不知道的地方 可是他为了要吸引更多台湾人 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怎样的功夫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车长小姐 他在有美景经过的地方 他就会默默在后面翻他的那个画板 然后画板会用中文告诉你说 现在经过的铁道是很漂亮的 或者说现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有什么树啊 或者有什么动物啊 就是沿途会介绍他的风景 那他也不会朝你 他不会说拿一个大麦克风 沿途说大家要看啊 为什么没有 他就是像日本的风格这样 如果你发现到他 就是一种贴心 優雅的一个文化在那边 所以他不会吵到你去看风景 但是他也让你知道我们有这个服务 但是你如果知道你想要看我们这个服务的话 你就看我们这个 你好好的享受你的里程 没错 所以他就是非常優雅的在旁边翻他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去注意他 那我就问他说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说对 你看那个字像印刷印上 就是他手画 有些地方我们看到是手字 可是有些地方是他自己画的 那他们是专程从台湾请中文老师去那边教他们写 你看他们多注重台湾的客人 真的 非常非常的贴心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就是秋天也是让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秘境的温泉 有多喜欢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日本当中最喜欢的温泉之一 你可以才前瞻 这叫什么温泉呢 这个名字叫做汝头温泉 光听名字就非常特别 光听名字就觉得 这个感觉 我一去的时候 尤其这个蜜汤它叫贺之汤 那我去的时候就感觉说 天啊 我是在电影场景里面吗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景 它是算有一点像小小的这个温泉村吧 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小溪啊 所以是现在照片上这一个吧 有小溪啊 然后也是有树啊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他们的屋顶 日式传统的屋顶 然后上面结的这个雪 有点像厚厚的糖霜 你就觉得好像回到那个 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说天啊 那个雪下的多么的好看 然后这边的话你就觉得 尤其它那个黑色的 日式传统的木屋 你就觉得真的很像 很像黑白画 对 真的很像黑白电影 我在那边我好后悔我没有直播 因为在那边 天啊 你就真的 这个时候好好享受 对 我跟你讲 那个户外的温泉啊 你知道你泡的 那个暖乎乎的 一夜慢慢上来 上面还有雪花 慢慢的下 多么浪漫啊 这时候你应该要好好的享受它 然后再喝一杯沙克 有没有更有 这个不行 这个有点危险 那个有点危险 那喝热茶好了 对 热茶 就是重点是你要去感受它 你要欣赏它 把你的五感打开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温泉真的有够美 而且是你要知道 温泉到处都有 对 我们台湾也很多温泉 问题我们没有雪 没有雪景 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她说的黑白的房子的感觉 你去到那边就会有那样的感觉 这真的很棒 自己放在明信片里面 所以它完全都是户外的吗 对不对 它都是户外 它男汤女汤都是露天温泉 所以其实冬天是有一点点冷 尤其它的这个水温 可是就是我建议大家 它就你就先吃个什么 舒服舒服 然后把身体暖一暖 然后你再去 因为它的更衣室 它就是在户外 可是非常的美 而且它的这个温泉的颜色 后来我去到同样是汝头温泉 其他的温泉场 比如说妙之汤 或者是蟹场温泉 它的那个温泉的颜色 就没有像这样如梦似幻 有点像牛奶这样的颜色 那所以这边是非常非常适合 你去拍的 甚至就是就是你 甚至不用就是不用去遮吧 反正就是那个 那个温泉会自动帮你遮之外 因为比较浑浊的 对然后你就在这边看那个雪景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记得到它的那个室内去 室内有一些印章 比方说那种巨无霸的印章 或者是你就会体验到那种 日式传统的温泉的感觉 我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 现在其实日本人来讲说 温泉是不能让人家拍的 像他们这些都是因为 有特殊的申请过后 你才可以进去拍 一般来讲的话 一般人是不可以拍 这是禁忌文化 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外面都会贴那个照相跟手机 是打叉的 所以稍微要注意一下 但如果你真的要拍 你必须要透过跟店家讲说 你例如说我们是采访身份 它会让你知道说 好 那你可以来这边拍 可是你只能拍限定的地方 对 没有的话你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文化很重要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现在很流行很多 年轻人会有刺青 那你要先让店家知道说 你有刺青 那他们有时候刺青 是不让人家进去的 所以他会拿一个 类似像Savon Pass的东西 给你把它贴上 盖住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去 所以这也是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一些文化上面的禁忌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如果你是去比较 稍微像下一点的地方 那更是 他们会非常在意 对 所以记得一件事说 如果你想要拍温泉的话 千万一定要得到 我们店家的许可 你才可以办 其他时间 你连手机都不可以再进去 是 了解 那像刚刚那个照片上面 那样子的感觉 大概是几月的时候去 才会有那样子的感觉呢 大概只要有下雪 那通常就是12月之后到2月之间 可能2月开始有点溶雪了 那大概12月1月这是最棒的时候 真的超美 尤其如果你带空拍机 天呐 超美的 天呐 空拍机 那这一定要 然后你就可以 其实你去那边不需要做 不需要特别做什么 你就找一个三毛举林 然后其实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也没关系 反正你就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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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漂亮好漂亮这样 然后如果你停下来 你就好好的在那个森林里面 看你要用那个踏雪鞋去体验 走在雪上 或者是说你打雪仗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它那个雪激到这么深 有些甚至激到膝盖 激到小腿 然后就觉得 哇 怎么会有雪这么的深 然后这么的美丽 然后那整个树林 你可以去等于去跟它互动吧 你不一定一定要去滑雪 或是做什么活动 可是你就去把自己放到整片雪景里面 真的是超美的 OK 哇 非常的棒 我们还有很多厉害的影片要带给大家 赶快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要跟 mereka在这边 都是小时候 是有点适合的 是有点面糊 是有点不渐的 对啊 旁边的 不渐啊 是有点分手 不管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干净 看这个辣子 进行 还想母带 在这边 好 介紹溫泉的部分 但是老師有提到說 拍照的話還是要有申請 我現在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有發生很多的狀況 因為我們不瞭解日本人的文化 現在再來一點就是說 很多網媒 或者是現在流行自拍 對 直播 像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會造成他們的困擾 所以像我今年去的時候 就發現因為新加坡的一個網媒 然後去那一邊也是特別要去拍 因為新加坡看不到雪 所以在這邊這種雪景那邊拍的話 會造成就是很漂亮 它的點讚率會很高 可是這個會造成他們的影響 因為第一個 你觸犯了它的一個文化禁忌 第二個你會帶來的就是說 其他跟著雪 有樣學一樣 所以像我們因為工作上的需求關係 所以我們都有特別申請過這個流程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OK 好 那如果是攝影愛好者的話呢 因為NANA這邊就要推薦給大家 可以算是拍好拍滿嘛對不對 比較不會要去Care 這些競技的地方對不對 對 那像剛剛前輩943那邊有講到說 有秋田內陸鐵道嘛 是很美的地方 那我個人這邊也是在我心目中 應該算是Top 1的地方 其實在日本他們鐵道迷信中呢 也是一個必拍的景點 其實在很多明信片的收集上面 也都是有收集到的一個鐵道的線 它其實就叫做東北的 它是叫做紙劍線 紙劍線 對 對 那像我今年也是自己親自在跨年 又是跨年的時候 又是跨年 好開心喔 我真的是親自去了一趟 那其實因為紙劍線是一個祕境嘛 祕境就是會比較偏僻的地方 那像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照片呢 就是我在凌晨5點的時候起床 要去搭了他們的第一班車 頭班車 6點的車 那他們其實當天真的學非常的大 真的是有到小腿肚這麼深 真的是寸步難行 然後我就是 這個是在車站拍的 那車站外面就是像是這個樣子 其實是根本就是 它也是一個無人車站 那其實你根本就是遇不到人啦 說實話就只有我們那一班 一群人就扛著你 所以真的是拍好拍滿 真的拍好拍 不會有很多人頭這樣子 對 台灣人嘛 還有一組 香港人 還有一些當地的日本看起來 就非常專家扛了一個腳架 超大的大砲 要去拍這個情形線 那你要怎麼抵達 其實是一個 真的是很困難艱辛的路程 像我們之後 後來我在這個外面 拍了這張照片之後呢 我在那邊又走了 至少一個小時的路 是山路 要一直對一個小時的路 我走山路 然後雪真的是那麼大 但是後來 好險日本人很貼心 雖然是比較山下的地方 但他們還是有殘血 就讓我們稍微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我們就好不容易走到了 你要拍那個絕景 就要到這個地方 它一般其實是 一般的話 我們在台灣人的印象當中 有點像是休息站 那其實在日本 他們叫做 中文就是 倒枝 直接的階梯之後 到一個上面 他們叫做第一指劍川橋樑的地方 我們在這個休息站這樣 往下拍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張照片 真的就是絕景 明信片上的照片 有沒有看到這張 尤其是它有 尤其是一個橋 他們指劍川的橋 會反射那個倒影 就成為一個很漂亮的圓形 那其實這個在他們 日本的鐵道迷 所有的攝影愛好者 一定都會知道有這個點 其實在我們台灣 也有一些很厲害的部落客們 也都有親自去 但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它一天的班次 大概只有六班 所以你可能這一班沒搭到 就要再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所以我真的是 四點真的是拼了命 像這一張 像這一張的話 它又是在另外一個點拍的 對 像這個部分的話 它一樣是可以拍到 後面有沒有有山 然後山下面有湖 有印出那個指劍川的雪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的美麗 它那個完全不用修片 完全這個我都沒有修片 太強了 直接就這樣拿出來了 早上四點半值得值得 對 四點半起床 就是平時都要把自己叫起 然後就搭了六點的頭班車 就去拍了這個絕景回來給大家看 對 那其實在後面的話 我們還會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東北我個人還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河掌村 有 那一般河掌村 你們第一印象是哪裡呢 是不是就是可能是 那個 北路的那個地方 之類的 對 白川鄉 或者是在京都那邊 有一個美山河掌村 也是比較有名的 那其實在東北這地方 它有一個叫做大內宿 剛剛那個前輩老師 那邊又提到大內宿的部分 那其實大內宿 我個人會覺得很想推薦它 是因為一般我們看到的河掌村 它是都是閃落在山上的 那大內宿很有趣 剛剛內宿那邊是直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因為當初大內宿這個地方 是一個車馬的驛站 從東京到仙台 仙台那時候伊達正中馬站 他們中間要一些貨運的往來 就一定要會經過這個驛站休息 所以他們才把道路開得那麼大 所以他們的房子就是這樣 一建一洞一洞一洞建在旁邊的 那其實在我跨年的時候去 我還遇到一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當地2月 2月左右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雪季 那像這個雪季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雪燈籠 他們會有2月 像明年時間已經出來 2月11跟12 他們會有雪燈籠會點燈 那我都沒有修圖 真的 很美 真的 底片你可以拍到 可是它裡面是那個蠟燭 對 會有蠟燭在那邊燒 那除了雪燈籠之外 他們還有一系列的活動 很有趣 像有沒有看到這很可愛的小朋友 他手上來的是彩色的糰子 有各種顏色 那他們就會在活動前發給大家 讓大家去裝飾 因為冬天嘛 樹枝是不是枯了 那都只有白色 有一點孤單 那我們雪季呢 就要讓它有熱鬧的感覺 所以就會發這個 這可以吃的喔 如果你想吃的話 對 就發給大家 讓大家裝飾在那個枯萎的樹枝上面 讓整個場面這樣拍照起來 就很漂亮 那接下來他們還有一個活動 我覺得很推薦 一定要去的是什麼 他們有比較撒鉅子餅的活動 就是當地的人會站在屋頂上 會撒一個長得有點像橘子 所以他們叫鉅子餅 裡面會放當地的一些店家的優惠券 所以相信九四三一定很有興趣 會有優惠券 但是呢 一定要省一下 還有明確會顧 所以不要高興的太多 多撿一點 對 他們就是會有這些一系列的活動 類似摸彩的感覺 對 但是你就是要撿 像台灣也是會有這種 丟東西的要撿 就是要強烈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會拿到明確會顧 還是第二件五折之類的 對 那其實像之後呢 他們整個活動收尾 他們會有一個很特別 他們 你不要以為就是 欸 雪地 你會想說 欸 那是不是也想要看什麼 就是煙火 一般對日本煙火 是不是花火只有八月之月 對 夏天的時候 其實在這地方很有趣 你冬天你可以在雪景裡面看到煙火 所以你看我這張照片 就是屋頂上積了雪 然後上面是煙火 你不覺得真的是 欸 你這張拍得很強欸 對啊 就是雙重享受 你可以看到夏天才有的花火 又可以看到冬天才有的積雪 所以我就覺得大內宿這個地方 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走一遭 而且真的是日本就只剩圍山處 那在東北又是比較少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對 所以很推薦大家可以去 所以這邊是 呃 那個過年的時候嗎 對 我是 沒有 這次2月的時候我又去了 因為我很喜歡去東北 所以過年的時候去了指劍線 然後後來2月多的時候是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舊正利信 過年的時候又去了一趟 所以才拍到直接照片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對 就是真的很特別 搭上他們的那個祭典這樣子 對 祭典 對 雪祭 好 那當然就是說到雪景啊 其實剛剛前面溫老師也有提到 樹冰 這也是必看的 所以不要說我們只會講講 一定有準備影片給大家看啊 好 馬上來欣賞一下 旁邊稍賞一下 好 停陸 快點 吃 快點 放下 看完这么多的美景呢 去日本绝对不能错过 就是他们的美食啦 没错 特别是来到这个 我刚刚说的那个小矮女 小矮女 剧情里面讲的是什么 海胆 对所以你知道 在这边一定要吃海胆 海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海鲜也是一个很棒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在整个本周来讲 岩手这边的海胆又便宜又好吃 那才是重点 对啊 然后再来呢 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当地有一个特色 这个好玩的是 他把那个海胆 他把它放在米里面 变成小锅 直接用陶锅的方式 就在你前面去煮 你大概煮个十分钟 不到二十分钟时间 就直接煮熟了 熟了以后 打开来以后 里面就有它的那个松茸 跟它的那个我们的汙泥 对 海胆这样 哇 那个真的香气超好 这个太过分 这个冬天来吃的话 非常的温暖 这个是什么 非常地舒服 这就是汙泥啊 这就是他们的海胆啊 它新鲜地打开 就直接给你这样吃了 对啊 而且呢 除了这些东西的话 要流口水 我跟你讲 对 他们呢 你要知道秋天到了 一定要吃什么 螃蟹 来到这边吃螃蟹 他们好多的螃蟹大餐 在这边 而且很多都是准备 像buffet一样 那个随便一拿出来 就好大 这脚龙的脸大了 我就跟你讲 去到那边 喜欢吃螃蟹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 一定要吃 而且呢 他有把它做螃蟹料理 各式各样的料理 在那边吃 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 不会只是单一的螃蟹而已 而且它自己还有一个 当地特色的一个煎饼 日本人很爱吃煎饼 这个煎饼在中尊寺那一边 旁边吃到的 它现场呢 直接烧烤 那个老伯伯就一直在那边 烧转那边烤 然后呢 它有什么 它有很多的坚果在那边 我跟你讲 那刚烧烤出来的 都微热的感觉 而且咬下去的话 对不对 脆脆的 那个煎饼的香气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坚果的香气 那吃起来你就觉得说 我跟你讲 那一般人吃的是冷的 买的要做好 它那个是现场热腾腾的 超好吃的 对 重点在这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岩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当地的荞麦面 它叫做小碗荞麦面 然后叫做丸子荞麦面碗 就这样一碗一碗的上来 就很好玩的 一口的吗 它就是一口 重点来了就是 它很多的作料在旁边 然后那个一碗一碗 就一口一口吃 对不对 它的方式有点像 大胃王的比赛方式 我们两个一起去吃 你可以吃几碗是不是 看谁吃就比较多 看你可以吃多少 真的 我去吃了两次 我呢 没办法吃那么多 我顶多就是吃到20碗 我就已经受不了 20碗也很多耶 我朋友吃100碗耶 对啊 它大概多大 它就是一口 就是一口 就是这样子吗 对 就是一口 就是这样一口 可是重点是 一个人要2700块日币啊 所以我朋友划算赚到 我不划算啊 九至三碗你可以去吃几碗 你觉得才会神 我 要看 要连医药费都算钱 医药费咧 这个是他们的当地特色之一 是一定要在那边吃 我讲到美食 我跟你讲 东北里面最有名的肉类 现在不是河牛刚进口吗 你知道 台湾人最爱吃的河牛 我告诉你 它们的前辙牛是 那它们有一个名称叫做 西之松板 东之前辙 你就知道说 松板牛多厉害 前辙牛就有多厉害 真正日本人的超客 他们就专门跑去吃这个 前辙牛 它的那个油花 非常的漂亮 那吃起来不管是什么 你吃小不小不也好 或者只是煎烤 稍微煎烤一下你知道吗 甚至有冻饭都超好吃的 老师 你这个应该也没有修土吧 这个没有 直接拍 它那个油光太过分了 就一来了 对 它的油花 我跟你讲更漂亮 它重点就在这边 所以你真的喜欢吃和牛的朋友 建议大家来到这边东北 特别是岩首先刚刚说的 第一个海鲜 第二个这个前辙牛 再来一个就是挑战一下 我们的炒饭里面的大胃王 大概就是价钱会落在 什么样的价位 每个地方不一样 每一个的情形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牛的部位的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去吃还有 餐厅也差 还有它有分等级 5A的等级是最好的一个等级 所以每次人家在问我说 我就说那要看你的预算可以吃到多少 也是 你说对不对 OK 那当然想要预算的话呢 943就是要帮大家省一下 是 对 那要吃什么样 是CP值最高的 这次要带大家花小钱去吃米其林 对 这次就是 我上次去东北 就是东北三个县 秋田 岩手 还有青森 他们三个县联合起来想要 因为他们注重台湾的客人 所以就想要招募台湾的客人 那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他们去找那个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米其林大厨 然后依据台湾人的口味来设计 那在青森县呢 他们就推出了这个梵力贝的 Shabu Shabu 那大家很喜欢吃 这个梵力贝其实就是那个扇贝 那那个扇贝你看叠得这么高 然后就是如果你把它拿来做Shabu Shabu 其实很好吃 而且它有两种吃吧 一种是撒清米 撒清米更好吃 然后这个为什么是 因为青森它的鹿澳湾这边 它是全日本第二大的梵力贝的产地 所以到这边就来吃这个Shabu Shabu 然后再来去 我们去到秋田县的时候 秋田县大家知道很有名就是比内地鸡嘛 那比内地鸡他们也研究一下 台湾人最喜欢吃什么鸡呢 那就是炸鸡啊 炸鸡 他就想说 那这个炸鸡当然是要脆啊 那各位觉得什么东西来当炸鸡的皮最脆 面皮最脆 当然是找最脆的东西来炸啊 那什么东西很脆呢 日本有一种很名贵的米果叫做柿种 柿子的柿 他就把柿种把它敲碎 然后拿那个来当面衣 是不是脆脏加脆 我跟你讲真的 而且感觉热量没有很高 其实热量有一点 真的吗 很高大 我跟你讲 要吃要享受美食说 好不就不在意了 而且反正你抽东去可以运动 如果好玩呢 就是消耗热 你也难得才去那么一字 对不起 问错问题 放动一下自己 放动一下自己 好炸鸡 好炸鸡 然后这个呢 他还用法式料理的方法 怎样呢 先用低温油泡 让这个甜味锁在鸡肉里面 然后呢 用法式料理的方式 油炸三次 当然 几分钟炸几度啊 这个我们当时是有听 但是他们说拜托请不要流出去 对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记 总之就是这个比内地鸡非常好吃 但是 它跟台湾的鸡不一样 台湾的鸡就是 崇尚juicy然后嫩 但是比内地鸡它是走 比较Q的口感的路线 那第三个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前哲牛 对 前哲牛真的超好吃 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那个油花 那这个前哲牛 我还蛮推荐就是 如果你要吃前哲牛 前哲牛在盐手嘛 那盐手最有名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南部铁器 那个黑色的盐柱的那个 你看起来像黑色 看起来像盘子什么 那其实都是铁器 然后近看你会觉得 那个精致的像艺术品一样 它就是把那个非常名贵 一个盘子 可能是好几千块的那个艺术品 拿来给你摄 然后拿来给你排盘等等之类 那这个前哲牛 因为它油花很多 所以还蛮适合做烧烤的 那我去的这一家很棒 我刚刚说用小钱吃米其林是怎样的 这一锅太过分了 就是你觉得米其林餐厅可能 它应该吃的比较省 结果我吃的比较省 它吃的比较好 我觉得 这个很特别的是 它是在一间高速公路的加油站 里面的一间 可是它那个大厨很厉害 这是我们吃过三县里面最好吃的 吃完之后我马上跑去跟主厨握手 怎样好吃呢 就是这个前哲牛它的油花很多 很适合烧烤 是 那烧烤完之后呢 它还会淋一些油 我记得好像是橄榄油在上面 就是你这个橄榄油碰到这个铁器 热热的铁器的时候 那个油花 那个油的那个香味 香气 会被积出来 然后你就觉得说 这个整个 我几乎觉得每一样都非常好吃 而且它拿那个刚摘下来的花 山茶花什么的来装饰 重点是呢 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大的 多么多的钱去吃米其林 米其林大概六千多日币吧 它在这个加油站的餐厅里面 你花平常大概两千多块日币 你就可以吃到前哲牛的丼饭 然后上面的这些 通通跟米其林的那个套餐 是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说多加了一个米其林的主餐 有三本真治大厨帮你设计的 然后呢 你就觉得说 我到这个加油站里面来 居然可以吃到这么棒的前哲牛 而且重点是 加油站的厕所里面有漱口水 免费漱口水 太过分了 然后就觉得超超超超超级好吃 所以非常的推荐 因为去日本就是除了美景美食 其实还可以体验到 他们当地人的一些 就是很细心的地方 是 所以听完这么多啊 我们就是要马上订机票了 Nana有帮我们准备好的行程 对不对 对 就是这边呢 我手上有一支就是非常推荐 就我个人秘场的一个走法 包括美食嘛 对对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已经流口水 那我们就是直接 我有准备一支非常精彩的影片 那我们就直接透过影片来 讲给大家听好了 没有问题 对 那等一下呢 有没有看到现在看到这个 是花卷温泉 花卷温泉其实刚刚有讲到乳头 花卷温泉也很有 它其实在东北也算是第一大的温泉香 那它那边其实在秋天的时候 枫叶是整片的 真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自己有一个 东北最大的蔷薇园 然后它们里面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天皇多次入住的温泉区 然后它除了那个蔷薇园 饭店还会把那个蔷薇摘下来 丢到温泉里做一个女生最爱的什么 蔷薇汤 好美 然后重点来吃的是什么 晚餐它这个地方还提供了刚刚 那个前辈温老师讲的 螃蟹有吃到包 你看又有温泉泉包包 可以吃螃蟹 对那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 东北的三大祭之一 也是日本三大祭之一 是什么 青森的睡魔祭啦 那像这群人有没有 就是在炒热气氛 其实他们日文叫做 就是跳人的意思 对他们会变喊 然后就这样跳 那如果你想参加 也可以四千日币 它就会让你穿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像疯子一样去跳 去喊 去炒热气氛 对那其实睡魔祭的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睡魔 那睡魔是什么 其实就是台湾的什么 花灯 对它就是日本版的花灯 那其实它就是在游行的时候 刚刚那群人走完之后呢 睡魔就会登场 它会游游游到一个定点 像刚刚一样 影片当中转了一个圈 让大家欣赏一下 它的那些很漂亮的当地手工 都是手工制作的 然后里面会一些历史的人物啊 或者是一些预言传说的人物会出现 对 那你就会觉得那 哇 其实八月才是睡魔祭 那如果你想要看睡魔怎么办 在鸿前的地方有个睡魔村 它其实当地有一些模拟的睡魔 小睡魔祭可以看 然后也可以 像这样有花灯也可以看 对 那其实在鸿前的时候 睡魔村 还很推荐一个叫做鸿前城 它是东北目前最后的一个古城 忍者村 对 忍者村 那它这个很有趣是什么 那时候去 它有一个你要入城前 你要先忠诚忍者 你要打败它的忍者 你才能进去那个村里 对 你才能爬上那个天守 这个是东北最后的 蛤 那如果打不了 打不了就不能进去 你确定他会不会放水 他会放水 他会放水 一定放水 小孩子一定就放水 小孩子一定就放水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 温老师也讲到的 有没有 煎饼 对 你除了现烤 你看别人烤你想干嘛 自己烤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自己去DIY 非常有趣 那它其实就是 会把那个面皮嘛 搓圆之后 在这个好盘 放上刚刚说的超香的花生 对对对 然后再把刚刚那一片的面皮 放上去 之后呢 就像刚刚一片它会翻转 要烤每一面再要烤 我记得是30秒左右 要翻转一次 那你要烤6次左右 那你真的是一次烤一片 你没有办法左右烤 因为那个其实铁器 是南部很重 你没有办法左右 你是要很认真这样一直 然后这样转转转 对那其实在日本还有 东北这个地方 推荐有两个湖 一个叫做石和田湖 那这地方有一个美女币 两个美女必定去看 一个就是这个 它就是两个少女会熟对熟 对这是一个必拍的景点 那它有一个湖 它叫做奥陆赖西 我们先讲一下奥陆赖西的部分 是刚刚前辈也有讲到的 对它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它在日本其实是 跟富士山并称日本必去的 两大圣地之一 在东京就是富士山 在东北就是奥陆赖西 那它里面其实总长是14公里 那里面有大大小小各种瀑布 那你就可以缓慢地走在那个步道上 享受这个漫游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有刚刚 943一直讲到秋田内陆铁道的部分 那我这个我推荐的这个走法 其实也是会去走道 那其实秋田内陆铁道 为什么要去呢 其实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活动的 一些活动的车厢 像我去有看过一个非常有趣 就是它是当地的太太 会准备 你到一站它就停下来 当地太太就准备 他煮的当地的乡土料理 端上车给你吃 诶 这个真的很棒 真的你就会觉得 一扇就有一个人在整你 所以它日文有一句话叫做 Mateいる人がいる 翻成中文就叫做 有人在等待你 你真的觉得去东北有回阿嬷家的感觉 很温暖 对 真的是很温暖的感觉 哇 好棒喔 对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 一定要搭这个铁道 所以这个NANA这边是规划的是 四天三夜的一个行程 那大概是什么 大概几月去会比较好 都可以刚刚玩到你说的那些 其实现在最推荐真的就是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因为刚刚说到什么 就是要想风 东北真的最棒就是要想秋天的风 那其实你十二月你可能会想说 诶 我们想风 那更好 为什么只会去还有什么 赏风赏雪 你也许要有机会赏到雪 对不对 是 所以其实就很推荐 接下来的季节 正适合大家去东北这个地方 OK 那如果要省一点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 九四三 我们粉丝专业 应该有一些省钱的小方法 对 我的部落本上面 都有帮大家排好事情 OK 然后还有 如果要再吃更好一点的 可以看温老师这边的粉丝们 真的说到日本 很多地方可以去一探就近 那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吧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来这边分享 日本东北什么好玩的 我们是马上过生活 下礼拜见啰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